是 大家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美少女戰士合作大獎 月亮的組隊分析 雖然在剪評中已經講過了 但這邊還是簡短的複習一下 月亮的隊長設計與主動技 先看到這兩技 光屬性成員與人類都能吃到1.5倍的血迴倍率 玩禮服假面以及水手戰士成員 還有額外1.6倍的血迴倍率 消兩種珠子以上時 有全隊4倍的額外備攻 有消到光珠或新珠的話 還有自身攻擊力4倍 並無視固定連擊盾的效果 能力4的效果只有給自身 因此組月亮雙隊長的情況下 這會是一個頭尾擊傷的隊伍 頭尾4倍算是蠻高的擊傷倍率了 更別說他的專屬武裝 還能提供最大3.6倍的擊傷效益 再來是隊伍技 基礎能力方面 必延4秒 全千拳100% 4C以上全隊4倍攻 抗性方面 將入境碰到的電擊、凍結、弱化、化血 與石化狀態解除 並添加為人珠珠 再回合末時 還會依據騎手珠 將隊長直行的珠子移除 並掉落對應種類的人珠強化珠 最後再送你水手戰士系列進場CT-4的能力 解盾方面 水手戰士系列無視拼圖盾與連擊江南盾 特殊能力方面 消耗100%的輪荷能量 會將全版轉為光珠與星珠各15顆 但沒有固定位置 而且月亮在變身後 隊長技跟隊伍技還會加強 以隊長技來說 攻擊倍率會提升 以隊伍技來說 兼具的倍率會變150% 再送你燃燒抗性與暴風抗性 以上隊伍技都只要求月亮當隊長 且戰友為水手戰士系列 比較有趣的是 隊長與戰友都是月亮的話 還會有額外的隊伍技 消除15粒以上的星珠時 能加速水手戰士系列的技能輪轉 而且不只有減CD 對於變身角來說還能加1B 配合龍克技能短數大量的星珠的話 隊伍的技能輪轉會非常快 記得要消滿15顆星珠就是了 畢竟盤面剛好會有15顆星珠 第二個能力是全遊戲第一次出現的設計 水手戰士系列直接內建防鎖效果 完全把冥王星主動機當王霸彈 要注意的是這個防鎖效果 跟其他的解鎖防鎖主動機一樣 碰到金鎖鏈的時候是無法發揮作用的 接下來看到月亮的主動機 CD7的輔助型技能 全班轉強加10C 並改變手臂落珠 其中單數直行會掉落星強化珠 雙數直行會掉落光強化珠 月亮隊伍技沒自帶加康 高C問題靠的主動機就能解決了 變身技也是CD7 會將全版添加為人珠珠 並讓碗裡浮甲面與水手戰士系列 增加兩回合的亢奮狀態 同時還能讓敵人的攻擊力減至0 把敵人的攻擊力減至0 這個效果跟爪奧主動機一樣 是直接減少敵人的攻擊力 因此可以處理無次減傷意志的敵人 但如果敵人有無法控制的話 這個效果就會失效 1PG1是1P7的輔助型技能 效果跟主動機幾乎一樣 只是落珠從強化珠感人珠珠而已 1PG2也是1P7的輔助型技能 能將全版轉為固定數量與位置的無數級星珠 還能在兩回合內 讓攻擊力的連擊效益提升200% 並讓自身無視反手削盾 定版的樣子長這樣 這個定版的分布是我看過最漂亮的 以數量來說 這是一個可以手銷10C的定版 以位置來說 面對左右暴風時 中間的20顆珠子會長這樣 可以手銷6C還能消除6種珠子 因此碰到左右暴風附和無數盾的時候 就能用月亮的1PG2去處理 這個敵技組合說真的還不算少見 11月挑戰的LV9才剛出國 在考慮另一種情況 就是E5裂碎裂 這種情況就比較少了 上一次出現是在戚風災惡 面對E5裂碎裂這種敵技時 月亮1PG2也能手銷61 同時觸發每個成員的3珠昇華鍵 這個定版的分布堪稱異數 本質上就是個處理暴風的手段 真要說缺點的話大概就是新珠數量不夠多吧 畢竟月亮隊長要求消除15克以上的新珠 才能有加速技能輪傳的效果 攻擊力連擊效益提升200%的效果 直約7倍增傷 因此雖然我說它是輔助型技能 但它提供的增傷效益 卻比絕大多數的輸出型技能高 然而我還是覺得這招是輔助型技能啦 畢竟有定榜嘛 接下來看到月亮的組隊方向 月亮的隊長技是漸進式倍率 光屬性與人類職員都能吃到1.5倍的血迴倍率 碗裡服假面與水手戰士 還有額外1.6倍的血迴倍率 因此在組隊上 建議以彎裡服假面與水手戰士為優先 關卡如果有這兩個系列不好處理的敵技 再考慮其他的光屬性或人類成員 雖然說土性主動技 能大幅改善月亮的時需血問題 但有些比較刁鑽的關卡或敵技 還是會逼玩家面對死血這問題 例如進場壓技能 或是自爆與灼熱 人類牛棚非常廣 幾乎所有的功能卡都有 但目前還沒有解自爆與防灼熱的主動技 剛好光屬性有非一人拿來解自爆 防灼熱的話要看敵技 大多數的灼熱地形都是功後遞減的 因此可以靠土性去撐過三回合 少數不會遞減的灼熱 甚至是會遞增的灼熱 可以考慮用月亮1PG的超高增傷去硬幹 或是靠微艦技能並躲開灼熱地形 另外 雖然說月亮大多數的隊伍技 靠月亮隊長 戰友選水手戰士就能觸發 但我個人覺得月亮雙隊長 多給的那兩條隊伍技 影響其實蠻大的 特別是消失五星以上的加速效果 因此平常打關卡的時候 建議還是以月亮雙隊長為優先 特別是高難度關卡 如果今天要面對的關卡 是迎擊戰或是雙周這種相對簡單的關卡 再考慮用小月亮當戰友會比較好 因此在這部影片中提到的大部分內容 都會以月亮雙隊長為前提 月亮隊長技 能讓隊長與戰友的傷害無視固定連擊盾 隊伍技又能讓水手戰士系列 無視拼圖盾與連擊槍的盾 1PG2是保底6種駐車的定板 同時還有自身無視反手削盾的效果 因此以解斷面來講 基本上只有攻擊盾要特別處理 不過1PG2給的盤面沒有強化珠 在碰到恩屬強化盾這種技能的時候 可能要配合冥王星或是月亮1PG1 這種轉強技能去處理 處理攻擊盾的方法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方法是靠木星的羈絆技去處理 木星的羈絆技可以讓自身的傷害無視攻擊盾 條件是手削自身角色珠 而木星的主動技恰好是自身幾張 因此靠他一張卡是夠打穿攻擊盾的 不過手削角色珠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碰到木的浮屍墜技靈化或是反手削盾的時候 就無法靠這個方法去無視攻擊盾 月亮1PG2雖然有無視反手削盾的效果 但作用對象只有自身 因此會需要其他的備案 第二個方法是靠其他成員的主動技去處理 例如水屋、夫妻檔、亞瑟 個人最推薦水屋原因很簡單 這三個選項對於月亮來說 都只能吃到1.5倍的血回倍率 畢竟他們都不是萬里浮夾面 也都不是水手戰士系列 既然如此,出發點就會是一樣的 水屋的主動技能讓隊長與自身的傷害無視攻擊盾 還有增傷與靈迴的效果 月亮當隊長的時候有全監全100%的兼具 變身後這個數字會變成150% 因此碰到逆回復的時候要特別處理 水屋一張卡不僅能處理攻擊盾 還能處理逆回復 更別說水屋在關閉時 還能回復人類成員生命力等值的血量 月亮隊長剛好沒有處理回復歸零的對魔能力 因此水屋在關閉時的回血效果 對月亮來說是很重要的 水屋的主動技 不管是常駐效果還是關閉效果 都剛好是月亮隊缺少的能力 更別說在隊伍只有人類成員的前提下 發動水屋角色組還有無視黏附的功能 水屋的技能組可以說是為月亮量身打造的 雖然說就時間軸來說有點奇怪 但以現況來說就是如此 這也是我為什麼不看好水星的原因 我知道水星的羈絆技也有無視黏附的功能 但以現況來說 水屋一張卡會搶走水星與木星兩張卡的工作 畢竟角色豬無視黏附 以及處理攻擊盾這兩件事情 水屋都能做得很好 更別說水屋還有其他的附加價值 不像水星主動技在月亮隊長沒有存在感 凍結豬靠月亮隊伍技能處理了 隊伍也不缺增傷 當然不管是人類還是光屬性 都還有其他能無視攻擊盾的卡 但我覺得這些卡整體的優勢 不如我提到的這三張 雅瑟雙技都很好用 夫妻檔技衣可以追檔 真要說的話 雅瑟飢餓的減傷 跟土星主動技會衝突 土星主動技的效果期間 雅瑟是開不了飢餓的 因此在使用上要稍微注意 當然靠土星去扛傷也是個方法 總之月亮雖然沒有內建無視攻擊盾的能力 但處理方式非常多元 完全不用擔心 再來提醒月亮隊長的幾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注意事項是轉述秒數 在簡評中有詳細說明過了 簡單來說 只有月亮跟木星要用自己的專屬武裝 其他水手戰士以及萬利虎甲面 改成其他的武裝龍客會更好 不管是龍金屬封印州的屬性通用武裝 還是蛋糕武裝都可以 如果有的話 屬性通用武裝改成黑鏡給的那幾顆會更好 秒數這東西是武裝龍客就能解決的問題 跟隊伍本身沒什麼關係 既然如此 這根本稱不上是月亮隊的問題 第二個注意事項是萬里虎甲面 這傢伙的設計很有趣 主動機是CD6的輔助性技能 引爆全板與凍結株 並掉落固定位置的木星與火強化株 隊長是水手戰士的話 還能讓水手戰士成員解ECD 他主動機的旁邊長這樣 七火、三木、二十星 不僅可以解二十星噸 還能無痛觸發頭尾月亮的昇華劍 而且月亮隊長機的額外倍率 還特別點名會給他 然而 他居然吃不到月亮隊伍技的進場減CD 十五星的加速效果也吃不到 破盾與防鎖吃不到就算了 兩個減CD效果都吃不到真的蠻好笑的 月亮是怕老公太快嗎? 有幾條隊伍技忘記老公就算了 變身技還剛好沒忘記老公 這變身技會讓老公看憤 我認真懷疑MH是故意的 畢竟變身嘛 他的技能組我覺得很優秀 主動機CD6 可以讓水手戰士減1CD 還會產出20顆星珠 因此可以觸發 月亮隊伍技的加速效果 更過分的是 這張卡本身還有加速羈絆 因此每回合加速他的話 隊伍的技能輪轉會快到一個很荒謬的程度 不過玩禮服假面有個小問題 就是他會讓土星無法跑CD 畢竟土星要求全隊都是水手戰士才能跑CD 玩禮服假面入隊的話 土星就會因此跑不了CD 奇怪這怎麼聽起來很像女校會發生的事情 聽說女校的學生都會直接在教室換衣服 而混校根本看不到這種風景 因此實際使用的時候 未必會去加速玩禮服假面 可能會因為土星不能跑CD的關係 而改成加速土星 不過玩禮服假面主動機的加速效果 是讓水手戰士成員減CD 而不會加EP 不像月亮隊伍技的加速能力 能減CD也能加EP 因此月亮在變身後是試不到 玩禮服假面主動機的減CD效果的 這也會牽合到第三個注意事項 第三個注意事項就是月亮的變身時機 月亮在變身後 隊長技的倍率會提升 輸出倍率會提升約74% 寫回倍率不變 然而月亮在變身後 不只是隊長技會變強 連隊伍技也會變強 兼具的倍率會提升 還會多出燃燒與暴風抗性 因此建議先讓隊長變身 站有看情況在變身 先讓隊長月亮變身的話 平坎會變成本來的2.6倍左右 變身前平坎大概300億 變身後就能超過800億了 800億這個數字我覺得非常夠用 因此就算月亮佔有變身能讓輸出變更高 我覺得也不用急著變身 月亮的變身技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提早變身反而會讓開技的彈性被限制 第四個注意事項是月亮累積EP的條件 月亮的EP上限是12 累積EP的條件是消除4組組子 且一回合最多存2EP 月亮的EP技能雖然說一部就能全消 但消除的組數畢竟只有6組 因此除非要解手效全盤這種技能 我再建議改用這個轉法去手效8組 以讓月亮累積更多的EP 這邊再補充一件事情 月亮隊伍技內建無視連擊箱的盾 因此這個轉法就算面對連擊箱的盾也能處理 不用怕因為改轉法而解不了連擊箱的盾 最後看到月亮的隊員價值 我在簡評中有提到 月亮這隊長跟去年的綠谷一樣 都是化石大的隊長 但考慮隊員價值的話 我覺得月亮的隊員價值會比綠谷還高 跟申士還有順士同等級的 再講技能組之前先講昇華能力 月亮的昇華2跟昇華4 都是對象為全隊的昇華劍心 而且條件只要求3顆 因此開EPG20能無通觸發 昇華星這件事情可以無視 以現在遊戲生態來說重要性極低 基本上只有在解異普遁的時候會用到 主動技可以全版轉強加10C 還能改變首批落珠 全版轉強的效果就當送的 主要是配合虛效果2這種 不帶強化珠的定版 改變首批落珠的效果 對於不自帶落珠的隊長來說效益極高 像吃油這種自帶落珠的隊長 改變首批落珠的效果基本上可以無視 但像白夜叉這種不自帶落珠的隊長 改變首批落珠的效果就能提供 2倍以上的增傷效益 變身技會將全版添加為人足珠 必讓萬里浮甲滅512 30成員 增加2回的亢奮狀態 還能在1回內讓敵人的攻擊力減至0 出去打工的時候 亢奮的隊長基本上只有自己 因此這個變身技的主要價值 我覺得會在敵人攻擊力減至0這一項 可以視為是一次性的防禦型技能 變身後的1P技術跟主動技的用法一樣 1P技術的價值我覺得就很高了 雖然說定版是轉化 而且轉出來的盤面不自帶強化珠 但那個增傷倍率真的太誇張了 而且以現在遊戲生產來說 很多隊長都能自產強化珠 例如吃油 也有不少主動技可以順便轉出強化珠 例如艙碧 自身無視反手消增的效果 在出去打工的時候 有可能會碰到輸出不夠的問題 當然這跟隊長好關啦 我知道月亮1P技術自帶約7倍的增傷 但對於基礎倍率不夠高的隊長來說 還真的不一定能打死敵人 不過武裝能提供3.6倍的擊傷 羈絆技還能多追打一下 因此如果想靠月亮1P技術解 反手消增的話 建議配合角色珠使用 當然要配合變身技的亢奮也可以 用主動變身1P技術的套餐 也是個辦法 但我覺得月亮不管是主動技還是變身技 戰略價值都蠻高的 用套餐去處理的話有點浪費 總結來說 我覺得月亮是個相當優秀的隊長 隊員以玩以服假面或是水手戰身為優先 真的碰到這兩個系列不好解的敵技時 在考慮用其他的光屬性或是人類成員 一般來說會主全人類打 這樣才能觸發三屋的隊伍技 其中水屋的技能組非常適合這個隊伍 可以說是量身定做的程度 考慮光屬性非人類牛棚的話 目前我覺得只有飛鷹跟叛龍會被考慮 月亮這隊伍的規格夠高 真要說的話只有時需血跟隊魔能力不夠好 其他能力在現在環境都很吃得開 秒數問題靠隊員武裝龍客就能解決了 生存面的問題也可以靠土星去處理 因此在面對月挑戰LV10或是災厄級 這種高難度關卡的時候 會很好的發揮 在使用的時候記得要先讓隊長變身 戰友建議不要急的變身 隊長變身前後能提供約2.6倍的增長幅度 平坎直接提升到800E以上 輸出足夠的前提下 留著戰友變身機會更好 隊長價值高就算了 他也是個很好的隊員 整體的技能組不管是輸出、防禦 還是輔助面都有顧到 而且輸出面做得非常好 1PG2的定版也非常漂亮 我相信在未來一年內他會是很常見的隊員 最後再補充一件事情 月亮的專屬武裝 隊長龍客的能力3可以延遲敵人一回的行動 因此這個隊長的容錯空間其實比想像中來的大 這個設計我覺得蠻聰明的 月亮解盾超強 因此專屬武裝可以保命 安妮亞解盾沒那麼強 因此專屬武裝可以解盾 而且安妮亞自在迴避手機的能力 死血也比月亮來的高 相對來說確實沒什麼保命的需求 不像某飲料店的員工T 隊長龍客的能力3居然是追打 這真是笑死人 以上就是我對月亮組隊方向的想法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劍持武通行聲的簡評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